大家下午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向君涛 来自清雲科技 今天我会和我的同事 雷万君一起为大家分享一个议题 议题的名字是 使用Cuberletus原生方式 实现多基群告警 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 为大家介绍 首先是简要介绍 介绍一下Cuberletus集群上 可观测性的几个维度 它们是告警的数据来源 然后是在几个可观测性维度上 我们是如何实现告警的 最后介绍一下 如何配置接收告警通知 在Cuberletus集群上 各个维度的可观测性数据 可以让我们其实地了解 集群上应用的状态 以及集群本身的状态 Message指标 它是监控对象状态的量化信息 通常会以 持续数据的形式采集和存储 Event 这里特指的是Cuberletus集群上 所报告的各种事件 它们是以Cuberletus 是资源对象的形式存在 然后是Auditing 审计 它是与用户API和安全相关的一些事件 Logs日誌是应用和系统 对它们内部所发生各种事件的详细记录 Trace 链路 它主要记录了 请求在系统中调用时的链路信息 接下来介绍一下 几个可观测性维度上 我们是如何实现高紧的 首先是指标这个维度 我们知道在语音原生监控领域 普鲁米修斯是被广泛使用的 它可以说是一个事实上的标准 对于一个单独的集群来说 或者说是集群自己管理指标存储的场景 我们可以直接部署一个普鲁米修斯 就可以提供指标采集 存储和查询告警的功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额外部署一个Ruler的组件 来专门进行规则的评估和告警 这样可以减轻普鲁米修斯组件的负担 当然我们还会面临指标数据托管的场景 因为有一些集群会有轻量化的需求 它需要将指标数据托管到一个house的集群上 或者是托管到专门的服务上 因为普鲁米修斯 它是支持agent模式的 这个模式下的普鲁米修斯 它主要提供了指标的采集 然后会推送到一个主集群上进行存储 在主集群上 我们需要提供指标的存储和查询的功能 当然告警也需要在主集群上进行 这时候的告警就不只要实现针对每个集群的单独告警 还需要支持多集群关联告警 在CubeLatis集群上我们通常是使用普鲁米修斯operator来管理普鲁米修斯 普鲁米修斯operator可以让我们非常方便的部署和配置普鲁米修斯 比如普鲁米修斯operator它定义了一个service monitor这个CRD 我们可以用它来方便的配置拉取指标的target 然后它还定义了普鲁米修斯入CRD 它可以用来配置规则 当我们在使用普鲁米修斯入来配置高警规则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个右侧图是一个普鲁米修斯入的实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配置力度会比较大 一个实例当中可以配置多个规则组 当我们同时更新一个实例的多个规则组的时候 它就会有并发的问题 然后是可配置性不够 在实际的我们配置高警规则进行高警生效后 然后通常还会有禁用规则的时候 或者是禁用之后再启用的需求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提供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配置可以去禁用这个规则 另外就是在多住户和多集群的场景下 使用普鲁米修斯入这个CRD 我们不能很好的去控制它规则生效的范围 所以为了让规则配置更加灵活 并且能够更好的应用到多集群和多住户的场景 我们引入了三个新的CRD 然后它们是以规则组为配置单元 它的那个配置力度细化了 然后可配置性也得到了增强 第一个是root group 它是一个项目级别的资源 它只会对它所在项目的指标生效 第二个cluster root group 它是一个cluster级别的资源 它的生效范围是这个实力所在的集群的指标 另外还定义了一个global root group 它是一个特殊的资源 它可以支持对多个指定集群的指标生效 右侧图它是root group的一个实力 这里每个这里的这个group 这个规则组是一个配置单元 它可以包含有关联关系的多个规则 在单个规则的结构上 我们是保留了普鲁米修士住CRD当中的规则结构的 这是为了保持和普鲁米修士住的兼容性 然后在这个group的实力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一个资源标签 来启用或者禁用整个规则组 也可以在规则配置当中 进行单个规则的禁用或者启用 另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个expressing builder 它可以针对一些典型的告警场景 通过简单的配置来进行规则表达式的自动构建 这个expressing builder它主要覆盖了一些对节点 和工作负载的各种指标进行告警的场景 在工作负载方面主要支持 deployment, state of set, demon set这些工作负载类型 然后它的指标,告警的指标 可以是CPU,内存和网络方面的指标 也可以是工作负载的 比如说副本,异常率的这类指标 然后节点方面主要是支持 cluster rootgroup和global rootgroup 这两种资源类型 指标可以是节点的CPU,内存,网络和存储等方面的指标 也可以是节点的,比如说pod的使用率这类指标 在我们的实现当中 rootgroup, cluster rootgroup和global rootgroup 它是可以合并生成为普洛米秀斯入的实力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些指标数据访问的限制会被添加到规则里面 比如说rootgroup 它被合并生成到普洛米秀斯入实力的时候 除了它会将expressing deuter构建成表达式之外 它还会将lame space的条件住到表达式当中 这样能够限制这个规则可以访问的指标 另外在多集群高颈的场景下 还会涉及到普洛米秀斯入的跨集群同步 在这个同步过程中 我们也会将cluster条件住到规则表达式当中 这样可以限制规则访问的集群指标 然后不管是哪种指标存储的管理模式 高颈规则的评估 一般最好是在数据这一侧进行 如果一个集群它是自己管理指标 自己管理指标存储 在rootgroup和clusterrootgroup合并生成 普洛米秀斯入实力之后 它就可以被同一集群的ruler 直接加载这些规则 然后进行评估和告警 然后rootgroup和clustergroup的更新 也会及时地反馈到ruler组件内部 如果一个集群它将指标数据 托管到一个主集群上 在这个集群上仍然会有 rootgroup和clusterrootgroup合并生成 普洛米秀斯入的过程 不过生成的普洛米秀斯入 它会被同步到主集群上 由主集群的ruler进行评估和告警 由于同步的过程中规则表达式当中 已经注入了cluster过列条件 所以能够正常地对该集群的指标数据 进行评估决定是否告警 通常会有多个集群将数据托管到一个主集群上 这时候主集群可以配置多个ruler来分担压力 在cubi-sphere的一些版本上 它可以根据多集群的规模来动态地扩展ruler 以及相关的查询组件 然后这样可以确保告警评估过程 可以高效地运行 由指标产生的告警消息 通常会包含指标的一些标签 这些标签它可以反映 告警对象的信息 由于告警它不只来自于监控指标 所以我们引入了一个alert type的标签 然后可以标记告警来源的类型 在多集群模式下 告警消息的cluster标签 这个是可以方便我们快速地定位告警对象 然后下边的ru group和ru level标签 它可以将告警消息和我们前面定义的规则组实例 可以更好的关联起来 在我们收到告警通知后 我们不仅可以处置告警对象 然后也可以方便地对规则组或者规则进行优化 接下来介绍一下事件告警规则的实现方式 我们知道Kubernetes event通常反映了Kubernetes集群的一些关键性状态变化 它们是以Kubernetes对象的形式存在 但是通常保留时间有限 我们的Kubernetes event项目中 Exporter组件可以将这些event导出来 然后进行长期存储 Ruler组件则可以针对这些event进行告警 它支持配置专门的事件规则 然后可以过滤出一些关键性的事件 或者是用户感兴趣的事件 然后以告警消息的形式通知给用户 这里我们的事件规则是通过一个RuleCRD来进行定义的 右侧图是一个规则的示例 然后规则中有一个关键的属性 Condition 它类似于是一个Circle语句的Ware部分 然后它的语法是由我们的event入文engine 然后提供支持的 它能够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来过滤事件 它的Label是可以配置一些额外的标签 这些标签会被添加在告警消息当中 然后Lotations主要用来配置告警的详细信息 它们的values是可以被模板化的 然后用百分号可以直接调用event对象中的字段属性 在事件规则中我们支持通过一个RuleScope的标签 来限制规则的生效范围 常规的是LimSpace和Cluster级别的规则 LimSpace级别表示规则实力 规则实力所在的LimSpace需要与event 涉及的对象所在的LimSpace要相匹配 然后Cluster级别表示对所在集群的所有event都生效 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workspace级别 workspace它在CubeSphere当中 是组织多个LimSpace的一个逻辑单元 在规则中我们添加这样一个workspace的标签 然后这个规则就可以指对这个workspace下 所有的LimSpace事件都生效 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 关于审计告警规则的实现方式 在CubeLitics集群中 它是通过审计事件记录了所有API的调用 包含了请求响应信息和用户的一些信息 我们的审计组件在提供审计导出的功能的时候 还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则进行灵活的配置 关于审计规则 它也是通过一个专门的入CRD进行定义 它在告警方面和事件规则类似 也是一个condition属性 用来过滤审计信息 然后生成告警消息通知给用户 接下来是关于通知配置这一部分 我们请我的同事刘万军 为大家做一下详细介绍 好的 下面由我继续给大家分享 我们都知道人类有三大中级哲学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对于告警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告警是什么 告警从哪里来 告警要到哪里去 那么告警是什么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追溯了 然后刚才我的同事为大家解答了 告警从哪里来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就为大家解答 告警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告警要到哪里去呢 很显然嘛 告警要到用户手里去 那告警要如何到用户手里去呢 那么这里就需要用到我们的通知系统 通知系统是干嘛的呢 通知系统就是实时准确的 把告警发送给用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构建出一套通知系统了 Notification Manager呢 是一个多租户的云原生通知管理工具 它支持了很多种的通知渠道 比如说微信 丁丁 飞书 邮件 Slack Pushover Webhook 以及短信平台等等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来通过这个Notification Manager这个工具 来快速的搭建出一套云原生的多租户通知系统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Notification Manager 对于告警的处理流程 在Notification Manager说到告警以后呢 我们会经过缓存 静默 抑制 路由 过滤 聚合等一系列的操作 最终呢 我们会把这个告警以通知的形式发送给用户 下面呢 我们对于每个阶段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静默呢 静默的作用是什么呢 静默的作用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阻止特定的告警发送 静默一般来讲它是有时效性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时间段 或者是通过去写这种crown的这种表达式 来设置我们的这个静默规则的生效时间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去设置这种永久性的生效的这种静默规则 那么静默规则呢 它是分为两种的 全局级别和租户级别两种 全局级别的静默规则呢 它是作用于所有的告警的 租户级别的静默规则呢 它是作用于需要发送给某个租户的告警的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应用的是全局级别的静默规则 抑制呢 抑制的作用是什么 抑制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告警 去阻止其他的告警的发送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节点当机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受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告警 比如说那个port被驱逐了 然后我们的runness不生效了 这各种各样的告警 但实际上呢 这些大量的告警它是无效的 因为它是由于这个节点当机引起的 那么所以这种 这其他告警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 把这些告警发送给用户 它不仅仅是造成这种资源的浪费 而且呢 还对用户去定位故障 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意志规则 去把这些无效的告警阻止它发送 只把这种有效的信息发送给用户 路由 路由是干什么的 路由就是我们的通知最终是要发送给用户的 那么路由的作用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告警信息去找到 我们要把这个告警发送给哪个用户 用户呢 又通过哪一种方式去接收到这个告警 那么首先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考虑一个事情 我们如何去定义用户接收告警的方式呢 那比如说 我可以用户希望通过一个邮箱去接收告警 或者用户希望通过slack channel去接收告警 那么我如何去定义这种方式呢 Notify Manager呢 引入了一个叫Receiver的概念 那什么是Receiver呢 Receiver就定义了用户去接收告警信息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它包含了一些主要的信息 比如说用户接收告警信息所需要的关键信息 比如说邮箱地址 我们的WeChat的绘画这些信息 然后呢 它还包括了我们去生成通知消息的模板的相关信息 最后呢 Receiver 还可以去定义 过滤我们的通知的标签选择器 对于这部分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那么我们有了Receiver以后呢 我们如何把Receiver和我们的告警关联起来呢 首先Receiver分为两类 一类是全局级别的 一类是租户级别的 全局级别的Receiver呢 会接收所有的告警消息 租户级别的Receiver只会接收 租户有全线访问的Namespace下产生的告警消息 那么我们有两种方式把告警和Receiver匹配起来 第一种呢 是路由匹配 用户呢 可以制定一个路由规则 然后把特定的告警路由到特定的Receiver上 第二种呢 是根据Namespace标签匹配 那么对于没有Namespace标签的告警呢 它会全部发送到我们的全局级别的Receiver 那么对于有Namespace标签的租户呢 那么它就会根据这个Namespace标签的值 也就是说这个告警来源的Namespace 把它发送到有权限访问这个Namespace的租户 创建的Receiver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路由规则 然后这个路由规则呢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标签选择器 去选择出我们需要路由的告警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告警路由到指定的租户的所有NamesReceiver上 或者呢 把它路由到某一个指定的Receiver上 更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些类型的Receiver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路由到所有的EmailReceiver 而不把它路由到这种WeChat的Receiver上 那么这两种路由规则我们是如何去共同的作用的呢 我们是可以设置它们两个的优先级的 首先呢 我们支持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All 也就是说我们会同时使用路由匹配和Namespace匹配 第二种呢 是路由优先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使用路由规则去匹配Receiver 如果这个时候呢 没有匹配到Receiver 那么我们就会使用Namespace标签匹配 第三种呢 是只使用路由 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路由规则 没有匹配到Receiver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告警是不会被发送的 对于每一个租户 同样的告警 实际上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有的用户可能不太关注这个告警 他不太希望收到这个告警消息 那甚至呢 对于同一个租户 它下面的不同的这种Receiver 它其实对于接收告警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可能希望我的Email Receiver 接收了所有的这种告警消息 但是呢 我希望那些级别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Arrow级别 或者Critical级别的告警 要通过更实时的方式 比如说短信或者是WeChat 这种方式来通知给用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需要支持租户级别的告警过滤功能 那么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租户级别的告警过滤功能 首先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租户级别的静默规则 租户级别的静默规则呢 只会作用于发送的某一特定租户的告警 那么就根据这一特性呢 我们就可以制定一些租户级别的这种静默规则 来实现这种租户级别的过滤 第二种方式呢 我之前提到了 Receiver里面是可以定义标签选择器的 根据这个标签选择器呢 它会选择与我标签选择器匹配的这些告警来发送 到了这一步呢 我们的所有的告警 都会找到了它对应的Receiver 那么我们需要呢 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设定的规则 把同一Receiver需要发送的告警做一个聚合 那么聚合的作用是什么呢 聚合的作用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是聚合 告警聚合发送以后呢 用户可以更方便的去定位故障 也说同一类或者是同一种的这种告警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AlertName 告警名称去分组 那么同样的告警 发送了给用户的话 用户可以更容易的去 更容易去定位故障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 对于某些有调用频次限制的这种Receiver 比如说微信 比如说钉钉 它们都是有这种调用频次限制的 那对于这种Receiver呢 聚合发送是可以节省调用次数的 这就是聚合的作用 到了这一步呢 我们的告警发送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要开始实时的 真正的去发送告警了 那么发送告警之前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告警消息 去生成一个通知消息 我们不可能把原生的这种告警 去直接发送给用户 因为这样可读性会很差 那么所以呢 我们会根据告警消息 去生成一个通知消息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Receiver 去生成不同的通知消息 比如说我们的EmailReceiver 我们会默认的生成一个 HTML格式的这种告警消息 我们的这种WeChatReceiver 我们会默认生成一个 Markdown格式的这种通知消息 对于我们的这种非书 我们就默认生成一个 副文版格式的这种通知消息 同时呢 我们支持用户去自定义这种通知模板 然后通过通知模板呢 去定义用户想要的这种通知消息 我们支持呢 对于同一类的这种Receiver 去设置一个通知模板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所有的EmailReceiver 去设置一个通知模板 我们也可以给某一个特定的Receiver 去设置单独的通知模板 同时呢 同时呢 我们是支持用户自定义语言包 然后实现语言切换的 Notic Humanity呢 为大家提供了内置的相关函数 可以实现语言的翻译功能 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去定义这些信息 我们就要发送用户了 但是我们要怎么发送呢 比如说我的Receiver是一个Email 那我要怎么发呢 我可能需要一个发送方的邮箱 和对应的SMTP服务器的信息 如果我的Receiver是一个SlackChannel 那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个SlackAppToken 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去定义这些信息 然后呢 还要把这些信息和我们的Receiver关联起来 那么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些信息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Config这个概念 Config就是用来定义 我们发送我们的通知消息所必须的一些信息的 那么Config是如何和我们的Receiver关联起来的呢 同样的 我们的Config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 第一种是全局类型的 第二种是租户类型的 那么对于全局级别的Receiver 默认情况下 它是会选择全局级别的这种Config 对于租户级别的Receiver 它会去默认选择当前租户的创建的这种Config 如果当前租户会创建Config 那它会选择这种全局级别的Config 我们也支持对于每个Receiver 它可以去通过标签选择器去指定它想要使用的Config 那么使用这种发送配置和接收配置分离的模式呢 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配置服用 同时呢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多租户的通知设置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对于邮箱这种通知模式 那么我们整个公司可能只有一个MSMT服务器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全局级别的这种Email的Config 然后所有的租户呢 只需要配置一个Receiver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其他的这种比如说Slack 那么我们可能对于不同的这种部门 或者不同的这种Team 它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Slack App去发送不同的消息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的Receiver 会有了Receiver有了Config 我们就自然的可以发送了 我们发送我们的通知了 那么至此呢 我们就完整的搭建了一个多租户的运员生通知系统 然后我们可以给用户发送通知了 然后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然后下面的话进入问答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 您好 我刚才看到你们那个用Promuse Operator来做的是吧 就每个集群布一个 然后再一个主集群 那这样的话 其实业界有那种像Promuse Federation 还有它那个SANOS 这些都能够做一个聚合 还有刚才您说的数据分类聚合 最终那个告紧什么的 就是你们这边这个方案的优势是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这边是其实是可以做那个 就是在那个多集群模式下 它是可以做那个多集群的数据聚合的 如果是单纯的联邦的那种Federated的 它是就是会相当于是每个集群的规则是一样的嘛 就是它是就只能还是在 就是只针对它单个集群的数据生效每个规则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那个如果主集群的这个operator真的down掉了 或者直接挂掉了 那你们的告紧信息 岂不是就是发不出去了 或者说你们有其他的高可用机制吗 这个因为这个operator它是一个那个deployment嘛 我知道 本身是高可用的 对 它本身是有多副门 那如果真的是完全不可用 比如说我机器完全就停电了下电了 这种情况下是真的告紧就完全发不出去了是吗 它能发只是就是可能你那个配置就是你新的规则 它不能生效在这种情况下 好的 还有我刚才看到那个你们是在cluster和那个pod之间还有一层 对 在namespace之间还有一个叫做 workspace workspace 这个workspace是你们自己定义的一个类似于CRD资源吗 对 它其实类似于一个就是租户 它是等于把 把多个namespace合在一起的叫一个workspace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好的 谢谢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是社区有这个佛龙修斯的Federation 也有TANOS 然后呢 其实我们的监控多极群的监控数据发上来呢 是发到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TANOS里边了 但是TANOS呢它是有一些扩展性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们做了一个viso的项目来去 把这个TANOS的弱点给它规避了 但是这个viso的项目呢没有开源 所以就没有跟大家聊这个事情 对 然后其实我们是给TANOS做了一些优化 然后使它更容易的可扩展 包括它的这个injector router 然后这个compact store 这些东西我们都做了一些优化 对 你好 老师 然后我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涉及到两个就是关于规则和一个那个高警的事 就是我看到一直在提多租户以及在提那个规则范围的定义 但是我觉得它基于Promicius的光基于Promicius的label来过滤 其实就可以了吧 就比如所有数据汇聚在一个中心处之后 通过label进行那个你的规则的告警的异常的检测 以及那个我甚至觉得那个后面的那个notification manager 就跟alert manager没有区别 对 然后它中间的能力基本上也都是alert manager类似的能力 我不知道这里你们那个完全重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回答一下那个规则方面的 规则方面的我们是就是 是在那个我们引入了那个新的CRD 主要是为了方便 一方面是为了方便配置嘛 因为另一方面是Promicius入 它有一些限制 刚刚我们也聊到 它那个在比如说启用规则金融规则这些 一方面它是不支持的 另外还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就是会提供一个那个 多租户多用户的那个API 然后它Promicius入 它在并发上 比如说我 因为它一个Promicius入 是有会配置多个入group的 然后它在并发上也支持有限 就是我们可能就 如果遇到并发就只能去从事 然后通知方面 我回答一下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AltManager有现成的功能 为什么我们要做NotikuManager呢 首先AltManager不是多租户的 其次AltManager不支持用CRD进行配置 它是用的配置文件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去做配置就特别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ltManager的问题就是它所支持的那种通知渠道 其实非常少的 我们之前也给AltManager提过PR 然后想把这种 这种WeChat这种东西给它加进去 但是它们是不接收的 所以说呢在基于这些这种原因呢 我们需要重新有自己的一套这种通知管理平台 至于你说这个他们去我 我们做NotikuManager最开始的初衷是替代AltManager 可以这么说吧 那我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像规则的检测 现在就是已经Promicius不是之前可能说是存储能力太弱 没办法把数据进行聚合 但现在已经有很多remote write的方式 其实Promicius后面有大量的可以进行无线序列存储的 存储库来支持 比如Vector Matrix 像类似于这些东西的话 我在想你们的那个高警规则 以及通知为什么要放在那么靠前 就比如说规则需要落到单个集群内 而不是在最终通过Promicius label 再进行相对应的规则设定和过滤 这个规则放在就是比如说一个集群 它放在一个remote space 就是为了与我们的那个多住户管理系统匹配 就是这个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我们定义的那个rug group 它首先是属于一个remote space 然后这个remote space肯定就是它比如说它某个住户 它的这个remote space下有权限 但是它在其他的其他的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资源 它是它是没有权限的 这样我们就是直接在那个remote space这些 它有权限来配置规则 然后整个规则我们会就是同步到那个数据测 这样它就可以直接进行高竞 它就不需要去给这个用户去配置其他的权限了 好的 老师能把PPT切到前面前面几张吗 其实我的问题是顺着这个同学的问题往下问的 就是还是那个关于再往前 对再往前 对过了过了过了 sorry 再往下我往后一点 对就继续这个 对其实我想问的问题也是类似的 就是如果你是为了从全线的角度考虑的话 那你把这个告警规则放到每个租户下 那最后集群 global集群或者是说统一的 对我就假设最后的数据会汇聚在global集群 那最后在这里的话是每个promise 就是它自己就是产生告警 然后将告警统一发送给global集群吗 还是说你将指标所 你将指标汇聚到global集群 再通过global集群的whatever ruler之类的工具去产生新的告警吗 高警是在这个模式下 高警是在主机群上产生的 OK 那这时候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毕竟我是remote ride 我数据是一波一波上来的 那如果我数据其实没有 然后你验证的是数据的准确性 就是某指标大于某个阅子 那会不会其实数据没有正确 或者是完整的批量产生上来 那我可能counter了一个数据 就产生了错误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 就是说你那个规则 规则内部它是涉及到多个指标的 比如说我算的是租户下的pod的数量 但可能因为我remote ride的过程中 我的数据可能没有 因为网络的问题嘛 可能没有及时的传上来 但是刚好到了一个循环周期 那我就告警了 那其实这个数据可能是零 对吧 那其实它真实的集训中 并不是这个数据 那我是不是其实会产生一个误告警 这个方面 首先从规则这一次来说 因为它不是说就是 比如说这个一个规则表达室 它执行一次 它就立马产生告警 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时间的 就是在这个持续时间内 它是需要就是一直满足条件 然后才会告警这一方面 另外就是对于那个 你说的集群本身它数据 就是比如说remote ride 它没法就没法写成功 这一块我们也是有告警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写成功 它是会有告警的 所以通过意志来告诉我说 因为数据没有产生 所以后面的告警 其实是误告的 就没有必要再发给我了 对对对对 OK 还有还有吗 我还有一个是 其实从那个Coopersphere 这个产品的角度上 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到社区版上面 其实那个包括 notification manager 这些主件 其实是没有UI化的吗 或者是我的信息太之后了 就我看到的社区版是没有UI化的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 在你们的比如说企业版 或者是更高级的版本里 这部分东西是有UI化的吗 就是刚才那个挺复杂的 那个notification manager 那些receiver configure 这些配置是有UI化的吗 因为我感觉那个还蛮难变的 就是用户体验上是蛮 对吧 是有的 是有的 对是有的 好的 大家还有问题吗 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